2024年中华总会工作报告 为花莲大地震发起救援、赠灾、捐款 并举办祈福音乐会,不畏民众心灵 动员爱心人士捐血宝恩 共有27779人响应 共计捐血40843代 举办Vitron公益路跑 以你跑步我捐粮为号召 从2021年至今全球有5万余人响应 路程超过50万公里 此时零饥饿 买衣送衣道理专案 今年截至目前为止 共捐赠公益率12054箱 用喇叭舟和大众结缘 今年总共奔送喇叭舟 146万6000多瓦 今年的谈尽共修 现灯祈福法会 吸引了全球10万余位 国防人热心的参与 举办中华青年 熟悉文化交流之旅 跨越大陆6个省区市 共有732人共襄盛局 公益旅行分别在南非 菲律宾 印尼 主庭大爵士 及台东主庭 共有194位青年参加 受益人次达到10万 零837人 同军活动包括培养同军 扎根工程技能的 同军勿商工程营 中华民国同军 第十二次全国大陆营 前进聚会 会中中华总会 顾秘书长 决朵法师 代表佛教 为全营祈福 2024年 缅怀大师 平根自行车环导 维席13天 全程1080公里 共有20人参加 2024年 世界佛光同军领袖共事会议 继第九届 佛光同军世界大陆营 将近400位佛光同军出席会议 2024年 线上国学会考 共计43,000人应考 儿童组也有2200多人 报名参加 教师研习营队 包括2024年 教师生命教育谈修营 还有2024年 教师生命教育袁锡营 干部培训方面 2024年 国光精英干部培训 各区协会干部热烈报名 共有1500人参加 2024年 国光金刚支兵奖集会 在各地区举办四个场次 参加人数超过2000人 宋华所会 2023年 会员代表大会 有近2000人 出席会议 生命教育方面 好苗子幸福学堂 从2021年起 共有17间道场开办 也是2024年 上百年 已经有2159位孩童受惠 一社区一莲花 幸福生活讲座 共开办326场次 受益人次 22548位 生命教育食堂课 校园讲座 先后举办了612个场次 受益者达到 10316人 2024年 人间佛教宣讲员考核 全台湾共有185位 精英战部人考 2024年 生命教育讲师培训 举办了两个场次 共计有115人 参与校园 红法资质培训 在全民阅读推广方面 2024年 全民阅读博览会 大学礼书香会 分别在南华大学 佛皇大学 举行两场 共计4000位佛皇人 共议书香 2024年 人间佛教阅读研讨会 台湾地区 截至8月 共举办了22个场次 总共有8190人 参加研讨 在马来西亚 新加坡举办的两场 也有300人出席 2020年 人间佛教青年阅读研讨会 则主办了4场 实体及线上 合计 约有3000人参加 2024年 佛话婚礼 继 福奇眷属祝福礼 共有38对新人 201对福奇眷属 携手同行 出席典礼 2024年 佛黄杯和尚大赛 台湾金库赛 由7个地区和尚团 脱颖而出 前往马来西亚 参加总决赛 精彩的三好歌曲歌唱 创意舞蹈 及歌曲创作大赛 吸引实体及线上 1000多人观赏 庆祝2024年 国定佛战节 及母亲节 举办御国法会 共计有869场 共有15万5000多人 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盛会 2024年 佛光山太华寺过程典礼 台湾地区 共有500多人 祖传前往庆客 国际佛王会 中华总会 第11届 第7、8、9次 旅监制会议 顺利召开 2024年 亚洲青年联谈会 首度在佛光 在佛光祖庆大爵士 找开来自八个国家 地区的300位青年 参与会议 2024年 国际佛王会青年战部会议 在德国柏林举办 从20个国家 45个分团 来了将近300位青年战部 出席的会议 本会监视红军俄师姐 荣英112年 全国好人好事代表 中华总会 拨选为全国捐血的 基优繁体 国际佛王会兵师长 决委法师 受聘为内政部 第12届宗教事务 咨询委员